上个视频我说烂人崛起的画面哪里好哪里不好 结果评论区都在说不如对马岛 既然大家都说对马岛 那我就说说烂人崛起和对马岛以及只狼之间的区别 没玩过的同学该怎么选 这三个貌似都是武士题材的动作游戏 但实际区别还是挺大的 各花入各眼 咱们没有必要踩一个捧一个 这三个游戏我都玩过 下面是我的主观感受 首先画面美术风格 对马岛像仙境油腻且清晰 烂人崛起属于那种粗犷的粗糙的豪爽的风格 只狼的美术和你们从视频里看的差不多 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游戏好看它不一定好玩啊 比如地停线 第二打击手感 只狼和烂人崛起在打斗的时候 载入感很强 很带劲很刺激 但是对马岛我感觉相对来说有点肉 各位对马岛的粉别介意 这是我的主观感受 第三游戏难度 只狼是最难的 因为它是魂游戏 不管你死多少回 敌人都很难 它不会自动降低难度的 对马岛是可以调难度的 它的最低难度 我感觉有点无聊了 但是让人崛起的最低难度 我感觉恰到好处 有点小挑战 如把力也能过 我感觉比较适合我 最后说说整体的节奏感 我玩只狼的时候 一卡就是一天甚至几天 而且教程特别少 即便是看了教程我也很难打得过去 玩只狼感觉特别憋屈 容易放弃 但是我喜欢看别人打 这是攻这是防 这是尾营嫌疑狼 真是一种享受 我在玩对马岛的时候 感觉有点无聊 这个节奏有点慢 不紧凑 对马岛入二挡库 应该有两年了吧 我才玩了四个小时 而且只玩了一个开头 虽然对马岛是一个好游戏 但是就是不想玩 这游戏不是我的菜 身体是很诚实的 对我来说 这种游戏还有蜘蛛侠和大表格2 我玩烂烂崛起的时候 我感觉它那个节奏很爽快 是个爽游 剧情如果不喜欢 可以直接跳过 不论是打主线 还是路边打野都很爽快 这个打野貌似很重复 但是我却很喜欢 一直打一直爽 另外蜘蛛侠这个游戏 我一有空就想玩 一玩呢还放不下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另外这也是我第一次玩 开放世界的游戏 以前不论是塞尔达 还是刺客信条 大表格之类的都玩不进去 总觉得无聊 不知道该干啥 但是这个蜘蛛侠 我知道该干啥 下面总结一下 我喜欢的游戏 不一定你们也喜欢 如果你也想玩乱人崛起 我建议再等等 因为这游戏现在在网上骂声一片 但是它那个游戏盘 却涨到了小600 不降反涨 不知道什么道理 我建议各位再等等 玩游戏其实很像咱们吃饭吃东西 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比如榴莲 很多人喜欢 我却不敢吃 到现在我一口没吃过 那味我就受不了 但是螺蛳粉还是螺蛳粉呢 那个我能接受 但是我同事却接受不了这个螺蛳粉的味道 还有羊肉 有的人是不吃羊肉的 但是他吃羊肉串 有的人吃涮羊肉 但是不吃羊肉馅饺子 对于我来说羊肉怎么做 我都爱吃 所以呢 喜不喜欢 没有对错 更没有必要把你的喜好强灌输给别人 比如 我也觉得马东梅比秋牙好看 你们觉得呢